接下来这位小年轻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的 这应该挺高兴的呀对不对 但是他却突然说自个儿不想活了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俊朗帅气的年轻人 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而这一切都源于四年前他手中的几张信用卡 当时结婚家装修房子可能下来花了十几万块钱 个人当时通过办信用卡可能借了八万 小强今年28岁来自农村 家里条件不算富裕 但爱面子的他瞒着所有人借钱完成了婚礼 随后也因还钱开始了一段噩梦 因为有房贷 而且当时又买车有车贷 就把工资卡交给媳妇 除了基本的日常开支 没有钱去还这个钱款 每个月都要还信用卡 可是手里根本没有钱 这样的窘境让小强一时难以适应 他在想有没有一个办法能一劳有益 买彩票当时就认为自己运气好 一下中个比如说几十万几百万 能一下把这个漏洞给补了 这个看似愚蠢可笑的想法 竟被小强当成了救命法宝 他像着了迷一样 开始疯狂地去借钱买彩票 那天能买个三四千四五千 怎么买怎么输怎么买怎么输 到后期就所有的信用卡全部刷包 身边朋友的钱全部借过来一遍 等小强意识到这个发家致富的办法行不通时 他的负债已经从最初的七八万增加到了十五六万 而且为了还钱 他把手伸向了网贷 借一千到手只有七百 而且周期只有七天 借三千到手的又两千一 此时的小强已经在网贷的深渊里无法自拔 白天想着去注册新平台借款 晚上发愁第二天无穷无尽的催收电话和短信 借到五十多个平台 等于一天的利息就会打四五千 当时不敢想 就这样 以贷养贷 拆东墙补西墙 不知不觉中 小强的欠款已经累积到了三四十万 而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也让他濒临崩溃 短期之内要凑三万 又借了有十几个品牌去凑这个钱 到七天之后完全就崩溃了 真没办法了 第一时间也给媳妇去交代 也给家里人去说 小强说 这三万块钱就像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 彻底将他击垮 但同时也将他解救出来 在家人的东拼西凑下 欠款还完了 他也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现在想起来就脚踏实地去挣钱 没有什么结晶 没有什么上天眷顾你 没有这说 自己努力多少就会得到多少 从信用卡到网贷 看似只有一步之遥 中间却充斥着无尽的欲望和贪念 而他们所要承受的精神折磨 能把人逼上坠 一桩桩悲剧让人看得心痛 但让人不得不反思 这种毫无节制的透支 最大的代价 就是让未来没有未来 大参考记者报道